我们也不可能因为蓝白河而不追这个弊案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钟小平 含话请国民党立员党团总召傅昆琦体谅一下 因为柯文哲精华成案 蓝议员持续查案 却传出引来党内长辈关切 钟小平抛出傅总召引发联想 他也是党内的大佬 那现在就变成他变得很辛苦 所以我们提一个折中案就是蓝白河 你们真的要 我们党真的要盖瓜承受 柯文哲一次一次的保险项 一次一次对他不利的经流各方面 他一定被起诉 身为议员要监督市政 蓝议员强调要替市民负责 另外像是有时会又刚好是台北市议会 精华成案调查小组召集人 全力追查柯文哲是否设避 但没想到有蓝议长被关切 说他不顾大局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考量 有一些考量的是立法院的合作 那有一些也是支持我说 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那至今我并没有接到党中央有特别的指示 要我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所以我就把其他长辈的意见 当做是个人的好意的善意的提醒 只能对长辈说声不好意思 毕竟有什么职责就得有什么作为 谨记负责 对象是谁该查的还是要查 但新会期开在即 国民党部分立委 想办法要在立法院寻求共同六十席合作 来压制民进党 这下来应又该怎么办 所以我建议跟黄国昌来谈合作 因为其实重点就是 54加3以上就过57 然后议案才有机会 才会过 才可以碾压民进党的席次 钟小平提出看法 认为或许可以跟黄国昌谈一谈 接下来在野党如何运作 建议党内能够往这方面思考 随着立法院二十号即将开议 未来蓝绿白走向 受到科案如何冲击 成为各界关注重点 东升新闻正中心综合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